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日前举行了2025年11月7董事会,做出多项重要决议,核准2025年第三季营业报告书及财务报表。 台积电2025年第三季度合并营收约9,899.2亿新台币,税后纯益约4523亿新台币,每股盈余为17.44新台币。 核准配发2025年第三季现金股利,每股6.0元新台币。 普通股除息交易日为2026年3月17日,配息基准日为2026年3月23日,2026年4月9日发放。 有交所、ADS除息交易日及配息基准日,皆为2026年3月17日。 为依应基于市场需求预测及技术开发蓝图所制定的长期产能规划,核准资本预算约149.816亿美元。 这部分资金将用于厂房兴建及厂务设施工程,建置先进制成产能,建置先进封装、成熟及或特殊制成产能。 2026年研发资本预算与经常性资本预算,2026年资本化租赁资产。 核准向关联企业世界先进BIS出售公司机器设备,总价预估为2000万至2300万美元。 另外,就在近日,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面临的前员工诉讼案,再次将这家全球晶片制造巨头推上风口浪尖。 前员工贝纳多指控台积电报复兴,开除职场霸凌及偏袒东亚人,揭开了台积电海外扩张终身层次的管理难题。 有业内机构评价称,这一事件不仅是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更是台积电全球化战略下文化融合、管理移植与本土化挑战的缩影。 首先,贝纳多的控诉内容直指台积电美国厂的管理痛点,她声称自己因参与集体诉讼遭降职并最终被解雇,工作中遭遇主管语言隔阂,仅用中文沟通,同事公开羞辱,缺乏职业培训等问题。 这些细节反映出台,积电在快速扩张中,可能未能充分适应美国的职场文化与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在回应中强调遵守所有劳动法规,并致力于提供安全、友善和包容的工作场所。 这种官方表态与员工实际体验之间的落差,恰恰凸显了跨国企业在文化移植过程中的典型困境,及总部的管理理念与海外分布的落地实践之间存在断层。 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的建设,被视为美国重塑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一环,从黄仁勋亲临庆祝首片AI晶片晶元诞生,到与当地高校合作培养人才。 台积电试图复制其在台湾的成功经验。 总经理卡斯塔纳雷斯提到,组建跨国际团队和one team文化,并通过节日庆祝、匿名问卷等方式促进融合, 显示出公司对文化差异的认知与努力。 然而,被纳多的诉讼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美国员工习惯于追问为什么的批判性思维,重视透明沟通与平等文化。 而台积电以效率和纪律著称的东亚管理模式,可能被视为偏袒东亚人或缺乏包容。 这种冲突在快速建厂的压力下被放大,暴露了台积电在跨文化管理上的准备不足。 而且几乎同步发生的台湾工商协会抗议事件,进一步凸显了台积电在全球化中面临的另一重挑战, 公安管理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 从南科厂区死亡事故到近期多地外包工人伤亡,工商协会指控台积电承诺破工。 尽管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曾表泰工安全不妥协, 但频繁的事故说明其在快速扩张中对供应链和外包商的监管存在疏漏。 这一本土问题与美国的诉讼形成呼应, 无论是台湾的公安争议,还是美国的职场文化冲突, 都指向台积电在追求技术领先与产能扩张的同时, 急需加强全球化质理能力, 确保管理标准与社会责任在不同市场得到同等重视。 由此可见,台积电的案例并非孤立。 许多亚洲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都面临类似挑战如何将母国的效率优势与东道国的文化价值观相结合。 台积电的努力,如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等机构合作, 招聘本地实习生是正向尝试, 但诉讼事件表明,文化融合需要更深的系统性变革。 要想彻底改变这一情形, 首先,管理层需真正理解并尊重本地劳动法规与职场伦理, 避免将母国管理习惯简单移植。 其次,应建立更透明的沟通机制和员工支持体系, 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都能平等发声。 最后,需将公安与社会责任嵌入全球供应链管理, 而非仅聚焦于技术输出。 台积电的美国征程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 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化, 不仅是资本与技术的流动, 更是文化与管理模式的冲突。 成功的企业必须学会在全球化标准与本地化实践之间找到平衡。 对台积电而言, 眼前的诉讼是一次警醒, 若不能有效解决文化摩擦与管理矛盾, 其海外工厂的长期营运与人才稳定性将面临持续风险。 正如SEMI全球行销涨记台湾驱总才曹世伦所言, 台积电赴美是正确但勇敢的行动。 这份勇敢如今正经历考验, 只有将文化融合提升至战略高度, 通过制度化的包容政策化解冲突, 台积电才能真正实现从台湾的台积电到世界的台积电的蜕变。 而这条道路注定需要更多对话、自行与革新。 除了台积电在美国的工厂, 台积电也在与美国其他本土企业展开更多合作。 11月中旬, 格罗芳德 Global Foundries在美国纽约州宣布 与台积电旧氮化夹GN技术达成技术许可协议。 格罗芳德在其官网宣布 与台积电签署一项技术授权协议, 将引进后者650伏和80伏氮化夹技术, 借以强化格罗芳德在电源应用领域的布局, 加速其在资料中心、工业以及汽车等高功率市场领域的 下一代氮化夹产品的开发。 格罗芳德表示, 计划在其位于美国弗蒙特州柏林顿 专门处理高压Gainon Silicon技术的晶圆厂, 对这项获得授权的GN技术进行验证。 另外,根据规划, 相关技术的开发工作预计将于2026年初启动, 并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开始投产。 格罗芳德强调, 这项授权协议将能提升其为客户量产下一代电源装置的能力。 事实上, 随着传统CCMOS技术的效能逐渐达到极限, 但画家正成为下一代解决方案, 以满足电源系统对更高效率、功率密度和紧凑性日益增长的需求。 当前, 格罗芳德正在积极开发氮化夹产品组合, 包括高效能650伏和80伏技术, 应用范围包括电动汽车、 资料中心、 可再生能源系统和快速充电电子设备等。 格罗芳德强调, 其氮化夹解决方案采用全面的氮化夹可靠性方法, 涵盖工艺开发、 器件效能和应用集成专为恶劣环境而设计。 格罗芳德电源业务资深副总裁Tia Williams表示, 这项协议强化了格罗芳德对创新的承诺, 以及对差异化技术的战略聚焦。 随着这项经过验证的氮化夹技术的加入, 格罗芳德将加快下一代氮化夹晶片的开发, 并提供差异化的解决方案, 以解决从资料中心、 汽车到工厂车间等关键任务应用的关键电源缺口。 而台积电对格罗芳德这次技术授权, 显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你点赞,